作者 道客之飞 中方地区有些社会青年故意闻身逃兵役,或因吃不了苦而被退兵,而女生也从50年代的少尉太小,尚未太老,中尉正好变得到现在只知道对着电视机前的韩国欧巴肠流口水,做不现实的单相思,这种转变发人申请,毫无疑问,军人身份正在下降,而这种极大社会地位下降背后的原因,却令人细思极恐, 例如,笔者认识的一个不见的老班长,辛辛苦苦在部队里头干了13年了,结果退伍的时候被民政部门打发到一个,早已倒闭的自来水厂,一个月工资才八九百块钱,这怎能不让人寒心? 现实生活中,有的干部刚买了房,部队驻地却又要移房,比如,元27军神仙湾哨所那样边防地区的干部和战士,几年也未必见上一次家人的面,而有的干部被战大演习大考核,连自己的妻子临产,都没法在身边照顾,火车站的军人窗口则形同虚设,军人正也享受不到啥实实在在的优惠,去公园吧,碰上个年度大考核, 能让你所有美好的想法瞬间亮亮,事关老班长们想谈个恋爱吧,又苦于根本见不到年轻姑娘,久而久失,这些社会上针对军人产生了种种不公平的现象,而这些细思极恐的,大毛病加小毛病机九成换会一点一点的,让军人这个群体失去集体感买之蚕食军人的荣誉感,也会让军人从心底滋生被抛弃感,明明军人为国家奉献, 却被日益同秀化,是俗化市场化经济的社会所孤立,这怎能不让人心痛,而这也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常的民族都不能容忍的, 一,身边军人的现状笔者的大学教官是赫赫有名的现在第八十集团军员二十六军,老兵们都应该知道,开国大点红一时下士班长,在一次演习中荣立三等功一次, 他在待我们的时候,说过一句他憋在心里老九的心里话,干完下士就走人,不想再签了,反正是官又不是军官,回到家又不安置,现在下士什么都算上也就二十万,就当是创业基金了, 我教官有俩,一个是江苏徐州的,一个是早庄毕城的,签完下士就走的是徐州级的教官,他坦言,用这二十万回徐州做点小生意吧,带完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军训,明年他也就该走了,言语终无不充满悲哀之情, 而这个徐州级的教官,他本人毕业于襄阳市官学校,历经过五十公里徒步拉链,平时军事素质很好,全团也排得上号,大阅兵十一位授阅战士,就是他手底下的兵,他本人现在是高炮连理的骨干,然而如今连他这样的老兵都想走,坦言,现今的军人在二十一世纪下社会地位持续降低,不是一天两天的现状了,再熬下去, 除了熬年龄,还有啥意思,还不如趁年轻,干完一期就走,拿着二十万的辛苦钱做创业基金呢,而那个早庄薛成的教官更是看破了红尘,算是军中里莫愁,虽然他现在还是一年度的兵,但压根就没打算牵过士官,他认为这两年的时间魔力一个人,就足够了,作为培养出最早八只王牌特战旅之一,特战旅还下侠很多的英雄部队, 例如,郊东老八路旅,开国大点红一诗,连这样的王牌集团军,都有如此低迷的心态,南方的一些深处经济发达地带的某某集团军可想而知, 二,征兵男的现状,我们全校一万三千多在校生,每年全校就走时来各大学生士兵,还都是为了考研加分,或者回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心甘情愿去服务国防的几乎没有,而且去当兵的师哥或师姐,都是拿当兵当跳板而已,并不是单纯的奉献国防,或多或少的都有私心, 例如,考研加时分,当过兵对考公安局特警制队有帮助等等,综上,大学生士兵留试官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大学生士兵又为什么不愿意留试官呢? 这个问题更值得部队内部系统内的一些领导深思,驻京部队在改革后也需要留队时,五年以上才能留到北京,这样扎舌的条件,令人唏嘘不已。 北京尚且如此,可见普通省份的大学生,士官在其偏远地区,驻地不但长期与社会脱节,信息停,置落后跟不上不说,连老婆孩子也讨不上,就算讨上了,也要慢慢苦熬几年,才能让老婆孩子随军,这样的条件,大学生愿意留队当事官才怪呢? 三,对军官,士官好点北京的孩子当兵两年就拿二十万,河南,甘肃,山东和安徽,的孩子当兵两年十万元撑死,王后将相,宁有种呼,二十一世纪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还能再持续下去吗? 这种情况的存在,就是变相的地域歧视,北京和上海的孩子就一定高贵吗?能力就一定比别的地区的孩子强吗?更有甚者,军校里曾经表现平平,成绩落后的同学,从也站调回了机关,而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则被分去了边防海岛哨所,在另外一些表现落后的连队,则出现过一个连七个上位的情况,真的很无奈, 在笔者看来,军官和士官是部队的主心股,必须做到以下三点,才能使人心靠旗,一,继续提高军人伤亡保险,提高因公牺牲补序标准,不能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二,对于士官的安排,绝对不能打马虎眼,一些宾离破产的启示业单位绝不能安排,不让老班长们吃亏,三,还有一些富营,富团职干部,到了地方就成了, 大头兵,没职务了,这种做法极是极不合理,也是令人寒心的,即使转业,也应当按复科,付处级做安排,这样才不损公道,四,灵活进行国防教育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防教育均逆于纸面上,的政治宣传, 大学生军训,95是81杠通通不让摸,军营开放日更是少得可怜,人家美国童子军还好歹一年,还有两次摸枪实弹打把集业战型军呢? 相比下之,可见我国国防基础教育之差,笔者曾利用空闲之余做了个小调查,笔者所在院校一个班42人,对军事感兴趣的无疑人,积电工程系内572人,对军事感兴趣的只有36人, 无论男生女生,95是,03是,81杠根本分不清,大学生国防教育指导手册,上规定,必须学会的三房操练,大部分学生连房读面具都不会戴,民房知事在大学生新生报道的第一天,被当作闲杂物品全部扔掉,令人痛心疾首, 结语,综上,我国的征兵南基院已久,绝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解灵还虚气灵人,想要解决问题,就要拿出诚意,某些部门在对待妥善安置退伍官兵这一问题上来回踢皮球,让军官们心寒,让老班长们心寒,更是让社会冷落了军人这个群体,使军人们孤立而无存在感,让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我们也由衷的希望, 民政部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征兵南这个怪象,从中华大地上彻底消失。